前面我们讲了自营的方式建造固定资产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种方式 出包的方式 所谓出包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外包给其他的建设单位 企业以出包的方式建造固定资产 它的成本由建造该项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所构成 包括哪一些呢 第一建筑工程的支出 第二安装工程的支出 第三需要分摊进入各项固定资产的带摊支出 这有个带摊支出 那什么是带摊支出呢 也就是说在建造固定资产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不是一个单项的固定资产 是整个一个工程项目 有多项固定资产所发生的一些公共的费用 那么这些共同要负担的费用需要进行摊销 所以称之为叫带摊支出 我们一起看一下 它是指在建设期间发生的 不能直接进入某一项固定资产价值 我们整个一个大的工程可能有多项固定资产在建造 比如我们整个一个大的工程 有产房 有办公大楼 有职工宿舍 这都是不同的固定资产 那么在整个一个工程里面发生了一些公共的费用 那么要有这些不同的固定资产分别来分摊 应当有所建造固定资产共同分担的负担的相关费用 称之为叫带摊支出 主要包括哪一些呢 第一 为建造工程而发生的管理费 可行性研究费 临时设施费 公证费 监理费 这些细节都要看 因为我们的选择题里面 它就要问这些是否影响在建工程 影响的 因为这些带摊支出 先寄到在建工程带摊 然后再分摊到每一项工程里面去 每一项固定资产里面去 所以它是影响在建工程的 第二 应负担的税金 第三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 这个很好理解 符合资本化的要寄到在建工程里面的 因为我们这个借款 比如借了五个亿 给不同的固定资产 总共借了五个亿 那么这个借款费用 不能由某一项固定资产承担 要由整个固定资产来分摊 第四 我们在这儿提到的 前面已经讲过了 建设期间 建设期间 工程物资的盘亏 报费回损的净损失 像这些也是代摊的支出 我们前面不是讲到 要寄到在建工程吗 前面我们讲的 比如说讲的比较简单 直接说寄到在建工程 那么这儿呢 讲的就是 如果这个整个一个项目 有多项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构成的 那就是叫代摊支出 要分摊到每项固定资产里面去 接下来有两个提示 第一个提示 跟刚才这个圈四有关系 那如果是自然灾害的原因 比如地震 或者说台风 发洪水了 水灾了 造成了在建工程的 报费回损 那么这个净损失 注意 那叫寄到引力外支出 这是例外情况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寄到在建工程里面 所以这儿 圈一圈二 圈三圈四 都是影响在建工程的 选择题 下列应当寄入在建工程的 有ABCD 这就是选择题的选项 再来看第二个提示 企业为建造固定资产 通过出展的方式 取得土地使用权 比如企业建造八公大楼 那八公大楼 我们可能没有这种建造资质 要委托建设单位 那就是我们这儿 所说的出包的方式 但是这个土地使用权 是我们花钱买下来的 那这个土地使用权 能不能寄到在建工程呢 那不能算 这是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的建筑 要分别核算 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 地上的建筑作为固定资产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下一章 无形资产还会讲到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2018年的单选题 假公司为增税一般纳税人 2017年5月份 开始建造帮工楼 下列各项中 因进入假公司 所建造帮工楼成本的事 单选 A选项 帮工楼建造期间 发生的工程物资 报废的尽损失 只要一般情况 没有特殊说明的话 那我们认为这些都应当 寄到在建工程的 所以A选项是寄到在建工程的 B 帮工楼开始建造企业 介入了专门借款 发生的利息费用 等我们学习了借款费用 就知道了 这个不属于资本化期间的 我们还没有建造 可能比如说 1月1号就从银行贷了5个亿 然后我们4月1号 才开始建造帮工大楼 开始资本化 所以1月1号到4月1号 前面第一季度 这个期间所发生的利息费用 那是不能资本化的 这个专门借款所发生的利息费用 这个是寄到财务费用的 所以B选项是错误的 建帮工楼开始建造企业 关于这一点 等我们后面学习了 借款费用就更好理解了 C 为建造帮工楼购入的工程物资 所支付的增值税 净下税额 这个净下税是可以抵扣的 是不需要寄到 再建工程的 它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 所以C选项不是的 D 帮工楼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以后 发生的费用 已经转为固定资产了 那么之后所发生的相关费用 那就和在建工程没有关系了 所以D选项是错误的 单选还是比较容易的 它至少一个排除法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的案是 A选项 下面我们再看第三种方式 其他的方式 第一是投资者投入 这个问题其实不用多说了 我们在从货里面也学习到 投资者投入 从货 今天我们讲的问题是 股东以固定资产来投资 那我们接受固定资产投资 我们是增加固定资产 那我们按照什么金额入战呢 原则上是按照投资合同 获协议约定的价值 但是如果约定的价值 不公允的除外 换言之 那就是说 如果不公允的话 我们按照公允价值入战 很好理解两个方面 我们写了一个版书 借固定资产按什么金额呢 一般情况下 那就是和投资合同 获协议约定的价值 那么这个约定的价值 应该是 就是等公允价值 如果不公允的 那么直接按照公允价值 所以总而言之 其实还是按照 其实结果就是公允价值 好了 然后进行项水可以抵扣 发行股票 带股本 因为接受投资 假定是股份有限公司 带股本 带资本攻击 股本益价 比照一下 从货里面是不是也讲过 这一笔分落 都是相通的 接下来第二小点 今天就不说了 这是我们后面章节的内容 然后第三小点 盘盈 从货也讲过盘盈的问题 如果从货盘盈了 我们应当通过 贷处理资产损益 然后转到哪儿去 充减管理费用 我们前面说了 盘盈 那是管理得的安排市场 所以充减管理费用 那么今天固定资产盘盈 怎么做 请注意 固定资产盘盈 盘盈 我们针对盘盈来说的 不能通过贷处理资产损益 而应当通过谁呢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这啥意思呢 从货盘盈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这个计量收发 有误差 可能多了十公斤 完全有可能的 多了或者少了 那么固定资产盘盈 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情 假公司 比如说购买商品房 买五套 然后会不会有可能 开发商手的时候数错了 多数了一套给我们的 我们去资产店买车 然后资产店数的时候数错了 我们本来要买五辆车 然后资产店给数错了 给了我们六辆车 这可能吗 这不太可能 只能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当初在购买的时候 隐瞒入账了 站上 比如说只做了五辆 车的钱 只做了五辆 但实际上 我们到车管所调出资料一查 最后发现是六辆 盘盈的时候发现 诶 食物多出来了 站上没有 这非常有可能是 当初做假账 隐瞒入账 这种情况 在以前这个国企里面 可能性 有的国企里面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 个别一些国企里面 可能出现过这种情况 所以这属于一个什么问题啊 差错更正 这不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通过 以前年度審议调整 那进行会计可算 在批准之前 我们先转到 以前年度審议调整 然后批准以后 根据什么原因 然后怎么去调诈 进行差错更正 好了 这个问题就掌握这些就可以了 至于怎么去改 你不用去管 总而言之 就掌握一点 旁营的固定资产 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 那一定是个前期的差错 所以怎么样 我们需要通过 在批准之前 我们先要通过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而不是带处理 资产损益 下面再看第四 存在气质费用的 固定资产的 快捷处理 这是主要是针对一些 特殊行业 特定的固定资产 什么是叫气质费用呢 关键先把这个名词 要搞清楚 我们有一些特殊行业 比如说 像这个石油开采企业 或者石化企业 还有一些 就是天然气开采 或者说 一些核电站 核电企业 那么这些都是 特殊行业 特定固定资产 比如核电站 这个核电站的核反应堆 它对周围产生污染 核污染 产生有核辐射 那这种核辐射 核污染 它在将来 比如这个核电站的 使用寿命是40年 40年以后 这个固定资产清理 然后这个地方 所产生的核污染 核废料 你要想把它清除掉 这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 没有更好的一个科学 能把这些核污 废料 核污染呢 消除掉 这有一个最笨的办法 有时候采取什么呢 就在很深的地方 挖一个很深的洞 把它埋在里面 那其实这都是 不得已而为之的 讲到这个问题 我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1986年 大家一说到这个核电站 就想到了 就是前苏联这个乌克兰 切尔罗比利核电站 发生爆炸 这个核污染 核辐射非常严重 所以当初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在整个核电站上方 用这个水泥分堆 打比方说 就是在整个核电站上方 盖个锅盖一样的 把它盖上 反制辐射 其实几十年过去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地方 已经又出了问题了 有渗透了 有裂缝了 所以现在欧盟的相关国家 又在讨论这些问题 要如何去解决这些 核辐射泄漏的问题 所以说明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这种核辐射 核污染呢 将来清除的费用是非常大 那么这个清除 这个清理的费用 我们就称之为叫 细致费用 好 这么一解释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问题上面来 对于特殊行业 特定的固定资产 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比如还有像石油开采企业 石油开采企业在海洋里面开采 然后泄露出来了 整个海洋污染 那这个就处理起来就非常复杂 所以像这些都是特殊行业 特定的固定资产 在确定和这些固定资产的 初始投资成本时 他必须要考虑这个气质费用 也就是说 未来假如使用寿命四十年 在四十年以后 我们可能要花几十亿的金额 去解决这个气质的费用 这个要投入一笔巨款 因此我们今天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确认这个固定资产成本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四十年以后 这个气质费用的影响 也就是将气质费用 折到今天算出个限值 我们今天在第三章固定资产 又接触到限值 这种纪粮属性 我们在第一章就讲到了 有纪粮属性 会计要素纪粮属性 包括历史成本 可变净值 在第二章已经出现了 是不是 然后第三章 也就是出现孤零这个限值了 计算孤零资产成本 也就是说 把这个限值 要寄到孤零资产成本里面去 同时要确认一笔预计负账 编制下面的会计分路 除了孤零资产的建造成本之外 我们还要将气质费用的限值 寄到孤零资产成本里面去 同时确认一笔预计负债 作为一项负债 我们第一次出现这个科目 叫预计负债 因为这个金额是预计的 是预计四十年以后 四十年以后 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变化 技术的变化 比如技术的更新 可能使我们的这个支出 要少一些 更好的技术 是不是 但是还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比如说这个整个一个 货币的通货膨胀等等 导致未来可能发生支出更高 那么其他一些因素不确定 那么今天是以预计的金额 称之为叫预计负债 那这儿出题考试考什么呢 那就是 对于特殊行业 特定孤零资产的气质费用 我们要按照限制 寄到孤零资产里面去 考试题有可能选 选择的选项 少了限制两个字 那就错了 必须要折现 第二件事情 那就是 确认这个预计负债以后 我们在未来固定资产使用收明期间 要按照预计负债的七出 汤云成本七出 乘以它的实际利率 要确认每个期间的利息费用 进入财务费用 然后待预计负债 然后这个预计负债的金额 就不断的增加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啥意思呢 我们下面结合教材一道具体来看一下 以公司经国家批准 在07年1月1号 建造完成核电站核反应堆 这是一个固定资产 交付使用 建造成本是250亿 预计使用收明为40年 根据法律规定 该核反应堆 将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企业在将来这个设施 使用期盼的时候 将其拆除 必须要对当地造成的污染 要进行整治 既然需要进行整治 那就要发生什么费用 气质费用 这个气质费用 预计在40年以后 我们今天预计 将来40年以后 要花多少钱呢 25个亿 这个25个亿 请大家注意是 40年以后要花这么多钱 40年以后要花这笔钱 其实实际上是装置 我们用F表示装置 那么今天对于这个气质费用 我们要将去折线 折到限制 把它要折个限制出来 限制多少 折出来以后 寄到固定资产成本里面去 核反应对于属于特殊行业 特定固定资产 所以这家公司在确定固定资产成本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气质费用的限制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算 首先要算出气质费用限制 等于注意了 这是终止 这是终止25个亿 然后乘以福利限制系数 请大家注意 我们还是前面讲的那句话 如果你已经具有财务管理知识 比如说你都考虑中级会计支撑了 学过财务管理了 或者说你现在学的是财务成本管理 那这些都已经学过 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学过财务管理的同学 个别同学也跟我反馈 说就听不懂 听不懂原因 我一问就知道了 我说你没学过这个真是这样 那么前面我们讲过限制 那是叫年金限制 每年末一千万 四年四个一千万 分别折到今天是多少 那叫年金限制 计算出来的结果叫年金限制 今天不是这样的 今天是四十年以后 一个二十五个亿 一次性的折到今天 就是只有一个二十五亿 四十年以后 折到今天 那叫复利限制系数 为什么呢 四十年以后 那个二十五亿叫装值 装值 然后将其折现 折现 好 那这个结果 限制系数已经有了 题目告诉我们的 那所以算出来是 五千五百二十五万 什么概念呢 就打个比方说 四十年以后 二十五亿 在利率 百分之十的情况下 百分之十的情况下 其实今天的价值 是五千五百二十五万 就这么理解 或者打比方说 打比方说 四十年以后的二十五万元 这二十五亿太大了 是吧 四十年以后的二十五万元 相对于我今天来讲 就是五千五百二十五块钱 就这么个意思 或者这样理解 你今天 投资 一个项目 五千五百二十五元 如果这个项目 每年给你百分之十的回报 我们站在收入角度来讲 投资角度来讲 每年能够给你百分之十的回报 四十年以后 那这笔钱 就是付利 利滚利 利滚利 滚到四十年以后 价值是二十五万 这不就很好理解了吗 是不是 这就是付利和限制的 这个关系 那既然是这样 那这个五千五百二十五万 要寄到固定资产成本里面去 所以下面借固定资产 我们以万元表示 那就是二百五十亿 加上五千五百二十五万 但在兼工程 因为打到预定可使用 装备固定资产 同时要确认一个预计负债 五五二五 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第二步 在达到预定可使用出来以后 我们每一年要分摊 它的利息费用 我们要开始计算 每一期的利息费用 怎么计算呢 起初探云成本 预计负债当初是多少 五五二五 乘以它的实际利率 百分之十五百五十二点五 寄到财务费用里面去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我画一个丁字形账户 今天是五千五百二十五 年利率百分之十 那这个就是一年的利息 一年的利息 那么本金加上一年的利息 这就是第一年末的本利盒 是不是啊 所以它实际上等于什么 等于五五二五乘以括号 一加百分之十的一次发 一年就是一次发 然后利滚利 这是本 这是利 这个利滚到这儿来的叫利 本利合在一起了 那么下一年是利滚利 上面的一年利息 又到下一年本金里面来了 又算利息 利滚利 第二年多少 第二年就是五五二五 乘以括号 一加百分之十的两次发 第二年就是两次发 如此类推 四十年 四十年以后多少 四十次发 五五二五乘以括号 一加百分之四十次发 那这个金额等于多少呢 等于二十五亿 我很聪明吗 一下子就算出来 二十五亿 其实是什么呀 我们下面看一下 五五二五乘以括号 一加百分之四十四发 等于二十五亿 为什么它等于二十五亿呢 其实 我们当初就知道 这个是二十五亿 算出限制五五五二五 然后现在 我们每一年利滚利 利滚利 从当初的限制 利滚利 利滚利 滚到现在 这叫中止 是吧 这叫限制 实际上这是结果 二十五亿是这么来的 这两个之间是个来回啊 我们当初是 已知中止 二十五亿 算出限制 五二五乘到 预期负债里面去 然后从今年开始 第一年开始 利滚利 利滚利 滚到四十年以后 总共二十五亿 是我们将来要花的一笔钱 这样的理解 这是相当于是本金 是限制 好 那么我们这一块考试呢 实际上 我跟大家说一下 也不太至于考到我们这计算这么复杂的 主要考什么 两点 第一点 气质费用要按照限制 按照限制 不是按照中止 寄到固定资产里面 同时确认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这个科目 第二 那就是在未来期间 我们要寄提利息 寄到财务费用 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贷预计负债 第二年的本金加利息 利滚利 利滚利是越滚越多 越滚越多 是不是 从五千五百二十五万 一直滚到最后四十年以后 变成二十五亿了 就掌握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第三个小问题 还是跟这个有关系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的是针对特殊行业 特定固定资产而言的 那如果是一般的工商企业 所发生的报废的清理费用 那你就不要搞个气质费用了 是不是 那就是一般的固定资产 清理费用就可以了 你不要今天学了以后 然后明天礼拜一 回到我们单位去 我们公司也搞个气质费用 那一般不是这样的 这个在行业里面比较少 我们刚才讲的不是特殊行业 特定固定资产 像我在十五当中 我就接触到有一家上市公司 我送你给这家上市公司去讲课 那这家上市公司 它涉及到什么呢 情商核电站 它就有这些气质费用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看过像中国石油 中石油 中石油的链爆表 它上面就有气质费用 具体的预计负债 你可以看到爆表披露 它有预计负债 多少多少 几百亿 几百亿在上面 那就是特殊行业 所以一般的行业 没有这个问题 好 知道一下就行了 好了 那么第四个问题 关于气质费用的固定资产 我们就讲这一些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问题 这是我们纪念教材 新增加的内容 也是需要重年掌握的 我们并不是说 新增加的都要重年掌握 但是还是刚才前面讲的 那就有针对性的 需要掌握的 我们必须要强调 那下面看括号五 企业将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专业之前 或者研发过程中 也涉及到研发 所产出的产品 或者副产品对外销售的快捷处 这什么意思呢 打比方说 假公司自行建造一条生产线 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它要试生产 试运行 试运转 看看能不能形成合格的产品 要调试一下 是不是 测试一下 那么我们投入原材料 花费人工 最终出来产品了 这个产品不行 我们再调试 再调试以后 再投入原材料 然后再花费人工 最后出产品 这个产品合格了 可以的 没有问题 OK 那说明这条生产线 能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可以生产我们需要的产品了 这就是我们这所讲的试运行的问题 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试运行期间 我要投入原材料 是不是 然后试运行以后形成的产品 我假如这个产品呢 我可以对外销售了 是合格的 我就对外销售了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就是 这个发生的原材料 在试运行的过程当中 发生的原材料怎么算 这个销售产品的收入怎么算 给大家说明一下 以前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我们原来的教材 会计教材怎么讲呢 你投入原材料 在试运行的过程当中 你是测试固定资产的 所以呢 把它要寄到再建工程里面去 如果出售产品销售以后 有收入是吧 原来我们的会计处理是 充减再建工程 说明什么 说明原来的会计处理是 在试运行的过程当中的 原材这个试运行的投入和产出 都是影响再建工程的 现在我们的会计准则改了 一起来看一下 在以前呢 我们把试运行的收入 增加再建工程 比如投入原材料 我们花费原材料 人工等等 然后产出 也比如销售了 这个收入啊 充减再建工程 现在呢 把这个都改了 请注意都改了 怎么改呢 很好理解 很简单 我们就按照正常的商品销售来做 正常的产品销售来做 你试运行期间 投入进去的原材料 人工费 像这些都算在产品的成本里面 最终结转到成本里面去 结转成本里面 然后产品对外销售了 我们就按照收入准则 确认销售 收入就可以了 那多简单呀 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支持点呢 请大家注意 并不复杂 那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如果在试运行过程当中 这个产品发生成本 取得收入 现在影响再建工程吗 不再影响了 我们以前经常这出口题 就是影响再建工程 现在已经改了 不影响 不计到再建工程 这是为什么呢 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这还包括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它这段文字 增加的内容 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固定资产的内容 包括我们后面 无形资产也有 也要涉及到这个问题 只是它把这段内容 加到固定资产这一章了 我们实物当中 有的企业要研发无形资产 是不是 在研发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无形资产 这个研发呀 也是为了生产产品的 那么在这个研发过程当中 我们要试生产 是不是 试制这个产品出来 比如一些化学产品 是吧 化工产品 我们不断地在测试测试 投入 然后产出 投入产出 那么我想说明一下 我们在实物当中 有的企业 它这个试运行 以及研发的周期都比较长 有的甚至好几年的时间 比如像医药行业 是不是 我研发这些东西 那有时候就研发出来了 研发是可以测试的 是不是 研发出来是合格的产品 但是我这个测试的时间特别长 因为几年的时间 五年十年的时间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试运行的期间 发生的这个收入 冲减再建工程 或者说在研发的时候 实现的收入 都冲减研发支出 最后有可能会导致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今天你实现了 你也冲掉了 明天也实现冲掉了 几年下来都冲掉 到最后冲的再建工程 都没剩多少 这不是很符合道理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会计准则 对这个问题呢 做了改变 其实还是什么 关键是国际会计准则 对这一块做了一个修改 他们在这一块做了一个调整 那我们为了去堂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整 那就是什么呢 现在对我们学习来讲 那就是在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适用状态之前 或者是无形资产在研发期间 还没有研制成功期间 那么这个测试所形成的产品的收入 直接确认收入就可以 发生的成本 直接结账到成本里面去 收入和成本里面去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这一块就直接影响损益 如果是固定资产 打测试的话 不再寄入再建工程里面去 如果是无形资产的话 就不再寄到研发支出里面去 以前我们在实务当中 实务当中 有的上市公司 因为会计准则没有明确的规定 有的上市公司呢 把这一块的收入充建研发支出了 他比照原来的会计准则 充在建工程的 他说实现收入 那我就相应的充研发支出 那有的呢 他说我这就是形成就销售了 我就做收入 所以各有各的观点 那现在我们会计准则统一了 都算到收入和成本里面去 就这样的理解 所以这个问题 从掌握的角度来讲 没有什么难度 只是我把这个会计准则 改的个背景 给大家说明了一下 原来是怎么做 现在要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给大家说明了一下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我试生产出来 我还没有得把销售 那我不能确认收入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符合从货准则的 那就直接做到从货里面去 如果是符合其他资产的 那就寄到其他资产 那我们这一块重点 就掌握从货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 那如果企业在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测试固定资产 能否正常运转而发生的支出 这个请大家注意 只要跟你刚才 我们讲的那个从货没有关系 那这个支出 还是要寄到固定资产里面去 或者说要寄到 再建工程里面去 这一点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考虑这句话 他说测试固定资产 可否正常运行 而发生的支出 那这个是属于必要支出 你不通过这种测试 我们就没有办法 使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这是他的必要支出 那这个必须要寄到 固定资产成本 注意选择题 这个寄到哪 再建工程 寄到再建工程里面去 前面寄到哪 前面我们刚才讲了 寄到收入 寄到成本里面去 就可以了 不寄到再建工程 这个是运行的 跟长迷有关系的 我们还是按照从货来处理的 按照从货等准则来处理 好 这是教材所新增加的内容 也是我们今年要掌握的 可以说很有可能啊 这一块出选择题 出一个选择题 要掌握的 好 那么第一节内容 我们就学习到这 接下来我们继续第二节 固定资产的后续 几两件事情 第一 取得固定资产以后 要几着就 第二 那就是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那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 具体折旧的金额 等于什么呢 等于原值减去 预计净残值 然后 如果在后期 固定资产发生减值了 还要按照具体减值以后的 扎面价值来提折旧 那如果不考虑减值的话 那么固定资产 具体折旧 就等于原值减去净残值 就可以了 如果有减值 等我们后面学了减值就知道了 有减值 我们再把减值的金额剂 减去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影响固定资产折旧的因素 选择提了 这很好理解 原值会影响 使用寿命会影响 预期净残值会影响 有减值准备也会影响的 从我这儿可以看得出来 第三个问题 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 一般来说 所有的固定资产 那都是要提折旧的 但是下面两种情况 例外 第一种情况是 一提速折旧 它仍然在继续使用的 我们原先预计 它的使用说明是20年 所以我们按照20年提折旧 然后20年提完了以后 这个固定资产还是在 还能用 那么还能用的话 我们就继续用吧 那这个时候请注意 折旧已经提足了 那就不存在再提了 所以这种固定资产 肯定是不需要再提折旧 第二个问题比较特殊 我在这颜色标了一下 这个呢 一般不大去考 这个在考试题目里面 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有的 有的 有的那个复习资料里面 非要把这个东西考一考 但是没题目出了 出这个 没什么意义 什么意思呢 叫单独计价入战土地 这个我都要说 不说的话 咱们有的同学有困惑 土地 第一反应就是 土地应该是无形资产的 是不是 那怎么是固定资产呢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固定资产就固定资产 怎么不提折旧呢 所以我接下来 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有经济背景的 或者说 这个问题是有历史原因的 我在这写了一段文字 这个做参考 不需要你掌握的 知道一下怎么回事 其实是在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中期 九五九六年 当时呢 国务院总理 朱镕基 是不是 当时呢 就对我们要求 这整个国家呢 要对整个国有企业 要进行清产合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八十年代 进入到九十年代以后 我们国家都处于改革开放的期间 我们这个家底子 到底是多少啊 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对整个国有资产 进行盘底 那么一个问题来了 原先我们国家 很多都这个性质 大部分企业的性质 都是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当时拥有的那些土地啊 在以前在进行会计处理事 比如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都作为固定资产了 所以当时在这个企业的账面上 都是固定资产 所以导致土地 原来没有作为无形资产 因为土地使用权呢 是涉及到一个时间 你使用权 要考虑时间 是不是啊 你四十年的 还是七十年的 那么土地使用权 这就是它的使用寿命 那原先我们都是国有的 国有土地的 就国有一直用下去 是不是 所以他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就把它作为固定资产了 那现在呢 在清产合资的时候 每个企业啊 你这个企业当时有多少土地 作为固定资产了 按照当初确认的一个评估 评估一个价值 调整它的账面价值 作为固定资产入战了 这是第一 为什么 土地作为固定资产了 从此以后没有这个事了啊 也就是当时有这个历史背景 有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当时作为固定资产了 那么现在我们土地使用权 都作为无形资产的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一般情况下啊 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的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土地呢 作为固定资产了 按道理讲固定资产 是要去折旧的 是不是 但是土地它是个特殊情况 因为土地它一直在使用下去的 所以它不存在折旧的问题 它有折旧的话 你想一下 土地使用权可以折旧 可以摊销 为什么 你使用年限在那儿 使用年限到了以后 可能就不能归你了 但是土地呢 我们当初特殊情况 是作为固定资产的 那一直就是这个国企的 一百年一千年 那可能都在这个企业里面 所以呢 它没有因为你提折旧 提折旧 然后土地就消耗没了 那如果那样的话 那我们整个土地都没了 怎么办 是不是 那整个地球都没了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不提折旧 说明一下 那这个呢 就听完就算数了 就知道这么回事 有的同学因为不懂 但是又在动脑筋 这为什么 这怎么回事呢 就给大家说一下 就OK了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集体折旧范围 还要注意这么几点 第一是固定资产 从实物当中 是每个月提折旧 但是我们做题目 有的题目是假定 每年年末提折旧 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么在提折旧时 请大家注意 单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单月不提 从下个月开始提折旧 所以我们前面 讲过案例的时候 从下个月开始提折旧 同时请大家注意 单月减少的固定资产 单月是照提折旧的 因为你往后 裸了一个月 是不是 这个月增加 没有提 从下个月开始 那么到了最后一个月 到最后一个月 减少的那个月 那个月还是照提的 然后从减少的 那个下个月开始 就不再提了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固定资产 提足折旧以后 不管是否继续 继续使用 都不再具体折旧 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 你已经提足了 所以就不用再具体折旧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 也不用再补提折旧 今天报废了 你还没有提完呢 直接就固定资产清理掉 也就不存在 再补提折旧 第三个问题 我们学过了 那就是 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但是尚未办理 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 我们先按照 暂估价值 确定固定资产成本 并从下个月 开始提折旧 等到我们办理了 竣工决算手续后 再按照实际成本 调整原先的 暂估价值 但是原以具体的折旧 不需要再调整 那这件事 我们前面有画过版书 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一块就不再重复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问题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取得以后 需要具体折旧 那么折旧 就要确定一定的折旧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 企业需要合理的选择 按照什么依据呢 那就是企业应当根据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 预期的消耗方式 来合理的选择折旧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包括有 连线平均法 工作量法 双倍余额地坚法 年数总和法等等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 即使咱们有些同学 是做财务工作的 其实你在工作当中 对固定资产 在具体折旧时 其实你想都没有想 什么要根据消耗的方式 我合理选择折旧方法 你想都没想 连线平均法 或者说叫直线法 为什么呀 就是这么做呀 我师父就这么做的 我以前在工作当中 也都是这么做的 那就是直线法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 企业里面大部分固定资产 它的经济力的消耗的方式 在未来使用期间 都是比较均衡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约定速成的 选择了直线法 或者说叫年线平均法 其实你在做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想 你想都没想什么 要根据预期的消耗方式 那合理选择折旧方法 实际上 我们在确定折旧方法时 必须要根据 它的预期的消耗方式 来合理的选择 有的固定资产 在使用期间 它的预期的消耗 磨损呢 消耗的方式是比较均衡的 那有的固定资产 它是不稳 消耗是不稳定的 是波烂式的 有时候多 有时候会少 那有的呢 是成抛线型的 抛线型的 刚开始取得时 它的消耗比较少 然后到一定的阶段 消耗的比较多了 然后到尾期 又消耗的比较少 那是成抛线型的 那有的固定资产 它的消耗呢 前期 前高后低的 前期比较多 后期越来越消耗比较少 所以在固定资产 在集体折旧时 要根据它不同的消耗方式 我们选择合理的折旧方法 那么这次先给大家说了一下 比如某一个固定资产 前期它的消耗的方式 呈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前高后低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选择什么呢 叫双倍余额递减法 或者叫年数总和法 为什么 它是一种加速这句话 前期多计题 后期少计 是这样的 打比方说 咱们有的同学是果粉 买的苹果手机啊 买苹果手机 或者系列产品 那比如买苹果手机 对你来说 你是果粉的话 那么一旦新的产品出来以后 你可能很快就要去更换 是不是 那么我觉得像你这种情况 我建议你对你这个固定资产 这个苹果手机 采用什么呢 加速折旧 你前期取得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是一个新的产品 是不是 那么前期 你消耗方式 其实比较高一些 到后期 你的消耗方式就比较低了 实际上是一个加速折旧的过程 你很快就要提掉 前期你可能要多提一些 后期少提一些 或者说有些固定资产的技术淘汰比较快 所以前期呢 要多提折旧 后期呢 要少提折旧 等等 另外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已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不得一般情况下 不能变更的 但也不是绝对的 我们后面会讲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一个提示 也是刚才讲到这个预期的消耗方式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时 是要根据它的预期的消耗方式 根据它的消耗方式 而不能根据它的收入 以前其实我们在对固定资产体折旧 更多的强调是以收入 你给我带来的收入多 我就提的多 各有各的道理 他说收入和成本要配比的 那么现在我们的想法变了 我们说固定资产体折旧 折旧就是一顿消耗 是不是 你消耗的多物叫多题 你消耗的少叫少题 那么就一个问题 本期收入可能高 但是消耗并不一定多 本期收入少 但消耗可能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提折旧时 我们要和消耗本身要匹配 所以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当以预期的消耗方式 要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与收入联系在一起 这句话就这样的理解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种方法 叫连线平均法 也叫直线法 这个很好理解 每一期计题的折旧金额 是相等的 这样一个计算公式 我们教材呢 是先给我们这样一个计算方法 是先算一个连折旧率 连折旧率等于一减预计净残值率 除以预计的使用寿命 算出一年的折旧率 那么折旧额就等于固定资产原价 乘以连折旧率就可以了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所以我这写了个或 另外一种方法 怎么说呢 连折旧额等于固定资产原价 乘以匡一减预计净残值率 除以预计使用寿命 这啥意思呢 其实大家看一下 这个部分不就是连折旧率吗 你看一下上面 这个圈起来的部分 就是连折旧率 那么将我把两个公式合而为一了 固定资产原价乘以连折旧率 分子分母 然后再把这个公式呢 我把它推倒到下面 括号乘进去 固定资产原价乘以一 就是固定资产原价 固定资产原价乘以预计净残值率 那就是预计净残值 所以我们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在平时做题目 不太用上面这个公式 也就是说 不太用上面 连折旧率的公式 而是喜欢用下面这个 特别是喜欢用这个 一般一步到位都用这个 原值减去预计净残值 除以它的预计使用寿命 算出每一年的折旧额对的 我们一般都用这个 只是我们教材上 先介绍这个方法 然后我给大家再写一下 因为我们习惯上还是这个 那其实 什么时候用上面 什么时候用下面呢 我这标了一下 如果题目给了残值率 你可以直接用上面 如果直接给预计净残值 那就直接下面这个 或者说有的同学说 我就不习惯这个 我告诉你 我也不习惯上面这个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把固定资产 你告诉我净残值率是吧 我把固定资产原值 乘以预计净残值率 把预计净残值算出来 我下面就用这个共识 OK 没有问题 我们教材还是前面讲的 算出年折旧率 年折旧额 然后再来算每个月 每个月除以12 那么月折旧额就等于固定资产原值 原值乘以月折旧率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方法介绍一下 接下来第二种方法 工作量法 工作量法是根据实际的工作量 来计算折旧的一种方法 打比方说物流公司这个卡车 这个卡车啊 它就是根据 一般情况下是根据这个工作量的 你不太好根据直线法 因为它的消耗方式啊 不是均衡的 这个月 比如说 跑了五万公里 跑了五万公里 然后下个月呢 停在车窟里面 零 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下个月就没有出车 没有出车的话 那就没有 它这个车相对来讲就没有消耗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太适合按照直线法 那么根据什么呢 根据实际工作量 简称叫工作量了 怎么算呢 整个固定资产原值 比如这辆卡车 价值是十万元 价值是十万元 乘以它的一减进残值率 比如百分之三 除以预计的总的工作量 比如它的预计的总的工作量 假定啊 五十万公里 五十万公里 那五十万公里就怎么样呢 算出每公里 折旧是多少 然后那就好办了 这个月的跑了多少里程 乘以这个单位工作量的折旧文就可以了 那下个月没有出车零 那就没有办 这就是工作量法 知道一下 其实很容易的 下面重点掌握第三个方法和第四个方法 但是等你 有的同学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有的同学是会计专业的 你然后直接就考 你符合条件 直接考中级支撑的 你连初级都没有考 不需要考的 但是在中级支撑里面 这些都没有 告诉大家 有的同学还真不会 别看你是考中级中级考出来了 有的同学在计算这个方法 为什么 时间长了忘了 还是学校里面学的 你是会计专业的 你在学校里面学的 已经忘记了 那不要说咱们有的零基础的同学 那这一块其实都要补个课 是这个意思 有一部分同学挺好的 他是考不初级会计实务的 那么相对于这个知识点 刚开始学的 这是它的优势 当然也有其他的 其他方面的问题 我们就这个而言 那么这个比较熟悉一些 那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 所谓双倍余额剂减法 它是指先不考虑 我们教材来说不考虑 其实我加了一个字 先不考虑 并不是不考虑 先不考虑这个预计进残值 然后根据固定资产的原价 减去累计折旧 这个金额乘以双倍的直线法折旧率 什么叫双倍的直线法折旧率呢 就是N分之二 简单的写就N分之二 这个固定资产使用寿命是多少年 N就是多少 N分之二 称之为叫装备的直线法折旧率呢 那么这种方法请大家注意一下 在计算到最后两年的时候 请注意啊 在计算到最后两年 到期的前两年里面 要将固定资产净值 又出现一个名词了 叫固定资产净值 其实就是原值减去折旧的余额 叫净值 然后怎么样 最后两年的时候要注意 要考虑净残值了 并不是不考虑 减去预计净残值除以二 平均分摊就是除以二 最后两年提的折旧是相等的 那就是下面这个公式 年折旧率等于N分之二 这就是表示N分之二 那月折旧率呢 再除以十二 每个月 说明在每一年里面 它又是均衡的 然后得到一个结论 就月折旧额 等于固定资产净值 净值 所以这个名词要注意 净值乘以月折旧率 那这给大家写个提示 三个名词要区分 有的地方叫原值 有的地方叫净值 我们前面还讲过叫账面价值 那什么是原值 什么是净值 什么是账面价值呢 看一下这个提示 一目了然 原值就是原价 很好理解 净值 注意 减料累积得就 就叫净值 扎面价值 注意 还要减去减值准备 减完减值准备以后 那就叫扎面价值 如果没有减值准备 他俩是想等的 是不是 他俩是想等的 好了 注意了 净值 那是不考虑减值的因素 那叫净值 那么讲完这一些 有的同学 特别是没有学过 这个方法的同学 有点抽象 没关系 我们下面给你举个例子 你招猫画虎 计算一下 其实一学就会 假公司2020年12月31号 取得一项固定资产 原值是1000万 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 净残值为4万 按照双倍余额地减法 体折旧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该项固定资产 每年体折旧的金额 多少呢 注意 这道题呢 是假公司2020年12月31号 取得 那意味着从哪 什么时候开始提折旧 从下个月提折旧 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 一个简化的问题 在2021年正好是全年 那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算年折旧率 等于五分之二 五年就五分之二 40% 所以第一年体折旧 等于期初的净值 期初一定要按照期初 请大家看前面 每一期的期初 期初来算 这个就叫固定资产的净值 这就叫固定资产的净值 原值减去了一期折旧后的净值 叫净值 根据期初的净值来算 第一年 大家想一想期初 那就是原值了 还没有体折旧 所以就是1000 1000乘以五分之二 400万 第二年 第二年注意了 期初固定资产净值 等于原值减去上一年的折旧 叫固定资产净值 乘以五分之二 240万 如此类推 第三年 再减去上一年的 叫固定资产净值 乘以144万 这道题 固定资产使用寿命是几年 五年 五年注意 凡是到最后两年 你就要注意了 不管是多少年 最后两年注意 这道题 在最后两年 注意改为直线法 什么意思呢 1000万减去400 减去240 减去144 我们这一个144 前面三年的 这叫固定资产净值 是不是 固定资产净值 然后怎么样 并不是不考虑净资产值 先不考虑净资产值 我们前面在算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净资产值 没有考虑 但是最后两年要考虑 减去4 我用原色标了一下 然后除以2 改为直线法 这两年是相等的 106 OK 这就是双倍余额地减法 下面再看第四种方法 叫年数总合法 他是将固定资产的原值 减去 注意了 这种方法不太一样 他一开始就把预计净残值 给减掉 减完以后 根据这个余额 乘以什么呢 乘以 以固定资产上颗 使用寿命为分子 以预计使用寿命 逐年数字之和 为分我 这样逐年递减的 折旧率 来进行计算 折旧额 什么意思呢 比如 这项固定资产是五年 五年 那么站在第一年来说 上颗使用说明是五年 除以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 多少 十五 所以这是第一年的折旧率 如果乘以百分之百 就是第一年的折旧率 第二年多少 分我不变 分子 开始逐年递结 那就是十五分之四 十五分之三 十五分之二 十五分之一 就可以了 其实听起来 好像挺复杂的 其实一算 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比如说 这个孤零自材是十年 十年提折旧 十年提折旧 双年数总和法下 那么第一年分子多少 分子当然是十了 是不是 分子是十 然后分母呢 分母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 一直加到十 多少 五十五 五十五 这就是第一年的折旧率 第二年五十五分之九 如此类推就可以了 一般也不考这么大的 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年折旧率等于尚可使用寿命 分子 除以年数总和 五年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 等于十五 十年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到十 等于五十五 然后年折旧率出来 除以十二就是月折旧率 那么月折旧率等于什么 注意 我们刚才前面讲过了 是吧 孤零自材原价减去净残值 这种方法是 首先就考虑净残值 减去净残值以后 才以月折旧率 同样 好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们接着给大家归纳一下 一个问题 我们在算这个月折旧额的时候 不同的方法 这个基础不一样 或者说年折旧额 我们以年折旧额为例 在年限平均法下 你可以看前面 我们给大家归纳过的 是孤零自材原价 乘以年折旧率 如果是双倍余额地减法下 是孤零自材净值 乘以年折旧率 那么年数总和法下 它也不是原值 也不是净值 是吧 孤零自材原值减去 预计金蚕之后的余额 乘以年折旧率 选择题 就考这个基本概念 知道一下 有区别的 下面我们也是给大家 来讲一道立题 怎么算 这些都主要是 给零基础的同学 打下基础的 属于基础内容的 甲公司2020年 12位31号 取得一项孤零自材 原值为1000万 预计使用寿命为5年 预计金蚕之为4万 和前面道题一样的 只不过改了一个方法 叫年数总和法 那么每一年 这就怎么算呢 第一年 第一年其实就是2021年 其实我们这道题 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 这就是会计年度 与使用年度 使用年度叫第几年 叫第几年 他们是一致的 我就画个等号 是一致的 我们为了简化 等于1000万元值 减去净残值4 乘以5年15分之5 如此类推 15分之4 15分之3 15分之2 15分之1 前面都不变 前面不变啊 后面再变 这样算出每一年的金额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两种方法 讲完以后 我可以比较一下 在年数总和法下 前面是不变的 然后后面的折 折旧率在动态的市场 折旧率是动态的 年数总和法 再看一下前面 双倍余额递减法下 我们这是双倍余额递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下 你有没有看到 前面这些啊 是动态的 然后 折旧率是不变的 除了最后两年啊 除了最后两年 它两个相反 这是他们的区别 有没有看出来 另外呢 你就注意一下 这种方法下 是先不考虑进残值 我们在算的时候 先不考虑进残值 然后在最后再考虑 而年数总和法下 我们在一开始 就把这个进残值给减掉 注意两种方法 不要混了 好了 你把讲一战这两道题会做 就OK了 接下来我们看固定资产 折旧的快捷处理 前面讲过固定资产 在实物当中是安悦体折旧的 那我们做题目 根据题目的要求 有的题目是按年体折旧 为了简化 那么这个折旧根据它的用途 记录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下面看一张表 什么时候记到相关资产成本 什么时候记到当期损益 或者说相应的记到什么科目呢 归纳一张表 不限于这一些 生产车间的 那记到制造费用 或者生产成本 管理部门的 那记到管理费用里面去 销售部门 那记到销售费用 这很好明显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过程中 实用的固定资产 什么意思 我们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那么我们需要利用别的固定资产 来进行建造 那么别的固定资产本身是要提折旧的 它是为谁服务的 就寄到谁那去 它为你工程服务的 所以就寄到在建工程里面去 第五 经营出租的固定资产 那么它的折旧 就寄到其他业务成本里面去 这是为什么呢 很好理解 你把这个设备对外出租 那么你的租金收入 是寄在其他业务收入里面 所以相对应的成本费用 包括折旧 也就相应的寄在其他业务成本里面 这不就记住了吗 理解了吗 第五 第六个 这是考跌 未实用的固定资产 未实用的固定资产 照样是要提折旧的 那寄哪呢 那只能寄到管理费用里面 没有其他更合适的 因为它不是给谁服务的 所以干脆就寄到管理费用里面去 还有第七 研发部门 使用的固定资产 它就利用这个固定资产 而研发 那么它是为研发而发生的 所以为它而服务的 所以就相应的寄到研发支出里面去 把这些 这几个比较重要一些 掌握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复杂性 就是说内容比较多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逐渐逐渐 我们的信息量就越来越多了 从第一章比较抽象一点 到第二章还可以 到第三章年龄4C的 这些很索色的内容就比较多了 慢慢慢慢的 我们的大脑的内层呢 就越来越感觉不够了 所以要巩固 消化 下面看第六个问题 那就是固定资产 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的复合 企业 在每年年度中了 我们必须要对固定资产的 是三个方面 一 使用寿命要复合 二 预计净残值要复合 三 折旧方法 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 使用寿命的预计数 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 原先估计是30年 现在呢 我们预计应该能够使用40年 那么要调整 它的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第二 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 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有差异 也要进行调整 第三 那就是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 所处的经济环境 技术环境等等发生改变 导致经济利益的消耗的方式发生改变 经济利益的消耗方式发生改变 就引起我们的什么改变 方法的改变 因为我们折旧方法是根据消耗的方式来确定的 如果你消耗的方式改了 那么我们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也应当进行 进行一个变更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固定资产三大改变 变更 一个是使用寿命的变更 第二个预计净残值的变更 第三个是折旧方法的变更 请注意 从教材上内容 今天第一次出现这个名词 叫会计估计变更 其实我在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是不是啊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藏估入战的固定资产 在办理军工决算以后 我们应当要调整固定资产原值 但是不再调整原以具体的折旧额 就是基于它是一项会计估计变更 所以不需要追溯调整 那么今天讲的内容也是如此 等我们后面学习了 有一章叫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 就会讲到这些内容 固定资产使用说明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30年变更为40年 那这个时候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重新要算折旧 以前期间已经提提过的折旧 还要追溯吧 不要追溯 会计估计变更 我前面说过 采用什么方法 叫未来试用法 不要追溯调整 从今天开始 以及未来期间 按照变更后的要求 来进行会计处理 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一个同学 是果粉 用苹果手机 假如苹果公司 马上即将要更新 一个新的产品出来的 一个苹果手机 然后你现在就想 很快预计 很快就要 想去购买了 那这个时候 你的使用寿命 要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比如说 原来是预计五年的使用 你要改为两年 提着旧 把它加速 集体掉 这就是会计估计变更了 好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学到这 下节课我们再见 会计划